好 来关注的是114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持续在卡关 立法院长韩国瑜本来作东 邀约朝野党团还有行政院三长 今天是要参序 被称为是和解犯 但是没有受到了 山坨台风的影响 所以呢延期了 那么来看到今天早上的院会呢 针对于总预算案再度上演的表决大赞 最后呢 是蓝白合以56票赞成 押过了民进党50票反对 那今天议程呢 只有仅限于这个原列的议程 并没有总预算复委的版本 所以呢这个总预算呢 将会搁置到下个礼拜的程序委员会 再来进行处理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呢 绿营现在可能有点心急了 好 包含了行政院长卓龙泰就说了 希望能够迅速的跟立法院长韩国瑜 坐下来谈来解开这个结 只要立法院接下来的程序 能够复委的话 那么就可以解决救命前被卡的问题 而另外呢 洪生汉认为说 即便呢 南北风灾灾情在眼前 全民现在期盼是有更多的救灾 治水的预算 但是呢 蓝白还是应用表决 挡掉了攸关全民福利的总预算 所以呢 洪生汉说 这个事情是蓝白挡掉了预算 把这个责任归给了蓝白 另外呢 林楚瑜说 这些预算呢 是至关重要 包含了治水的预算 但没想到蓝白是为了政治的斗争 继续的党 继续的摆烂 牺牲国人的权益 他说这样子良心不会痛吗 但是因为这个总预算呢 是不是没有编好 所以才被退回嘛 好 来看到呢 立委高金素梅就说了 这民进党好像在带风向 说是在意党在党预算 党这个治水的预算 但是来看看今年的预算 不是已经在执行了吗 今年我们退回的预算是什么呢 是114年的预算 所以有人说是因为我们退回了 预算影响的救灾 这根本是什么呢 根本就是在睁眼说瞎话 好 不过来看到今天呢 投票的时候却有四个立委 没有来投票 包含了白银的张旗凯 还有蓝银的柯知恩 苏清泉还有配合蓝银党团的陈超明 他们四个人并没有来投票 林楚瑜说 这个南部出身的国民党立委柯知恩 跟苏清泉没有出席 这就是在按住蓝白党总预算 是罗廷伟第二 但是我们看到柯知恩在领书上 就PO出了为什么没有来 就是因为在高雄协助救灾啊 他说呢 律委跟侧疑呢 故意在找茬 真的是投也骂 不投也骂 大家是抢救灾为先 可不可以少一点政治口水呢 但是呢 今天没吃和解饭 那下礼拜还吃吗 本来今天晚上呢 是定着要吃这个和解饭的 但是呢 因为台空的关系 所以延期了 但是国民党立委赖斯堡就说了 今天呢 行政院长卓龙泰 立法院长韩国瑜 还有各党边都在耶 那为什么不能今天谈呢 重点是在行政院的态度 跟吃饭是没有关系的 吃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嘛 为什么不能今天大家都在的时候来谈呢 所以这跟吃饭是毫无关系 另外我们看到呢 李燕又也说了 如果有心和解 那你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够了 民进党如果是无心和解的话 修正违法的预算 也只是无意义的饭局而已了 另外我们看到总统府也做了回应 说希望韩国瑜啊 勿忘事上苦人多 预算照顾人民建制的地方 不要冻结或者是退回 但是呢 民众党认为 这和解犯要延期是解零还需系零人 他说不是韩国瑜的错嘛 说这个卓龙泰呢 官威非常的大 不太愿意跟其他的在野党来沟通 只愿意跟韩国瑜沟通 献韩国瑜不意 我们就来看到这场的和解犯 因为风灾就灾的关系延期 那么蓝白呢 也把这个总预算再退回了程序委员会 而对此呢 赖世宝说了 赖清德呢 派着张敦涵 还有对立法院呢 说三道四的 这个朝野气氛早就不对了 高津宿门也痛批 行政部门呢 完全没有来沟通 进法补偿的预算 不只是藐视国会 还带头违法 我觉得救灾是真的是蛮重要的啦 不管是行政院长也好 或者是韩院长也好 做这样的决议是对的 是正确的 行政部门跟您沟通的状况怎么样 完全没有 包括圆明会 我们都已经讲到了 圆明会的主委 其实呢 他可以不要那么找到帛琉局的 更何况那几天呢 帛琉总统 仍不在帛琉 在台湾 曾志勇主委是根本无事于主治长 主纪长的这个交代 也无事于立法委员 在立法院的要求 不仅仅觉得是藐视 我觉得行政院是带头违法 如果行政院长 只要这么做的话 那我就要问 我们的人民还需要守法吗 因为你们已经做了最坏的吃饭 整个气氛不对啦 你看总统府那里 派一个副秘署长 这个来这里说三道四的 来吃韩国语豆腐 讲他的话 用他的话来对他 如果今天卓龙泰院长 人在高雄 或者在屏东 他在看灾情 你这样讲 大家可以接受 可是你今天人在立法院 有的是时间 他有诚意 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赢呢 不是越快解决越好吗 有一点感觉 从赖清德派他的副秘署长 詹敦涵嘛 乃之后气氛不一样 就变成说卓龙泰要和赖清德要在两面手法 等于吃定在野党 如果这个时候政治人物们再吃饭 你说让这些灾民们或者是民众们情何以堪 所以我认为延期是对的 但是既然在野党国民党展现了急着要解决 也愿意拿出诚意来解决 那么我予以肯定 只是是不是也应该要考虑一下民众的心情 就延一下吧 立法院院会今天总预算案遭到蓝白的封杀退回 这个战火呢 现在烧进了台中市议会 民进党议员高喊 蓝委党预算 卢秀燕出来供 要求这个卢秀燕市长要约束子弟兵 六名蓝委不要卡预算 而蓝阴市议员呢 都是在维护民意代表的尊严 因为呢 中央运算也不会因此就有问题 还是可以用 请大家要专心市政 不要越拳管到立法院去了 好我们就来看到立法院的朝野为了总预算退回 安排这个和解犯呢 虽然因为台风的关系呢 所以延期 时事评论员陈凤信就说了 立委高金宿媒希望不要把原住民当成和解犯桌上的菜肴 让人非常有感触 陈凤信认为说 现在民进党只是想要吃饭 并不愿意重新编列预算 根本是无意和解 这一次的退回 接理由非常的简单 该编的预算你没编吗 对 那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 难道你要拿原住民的法定权益 来参作上大家讨论说该编不编吗 那不就是一堆人 然后在那边吃原住民的血肉吗 难道不是如此吗 然后拿农民的工粮补偿 该不该提高 这个预算到底该编不该编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摆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 那我来跟在野党来和解一下 那我好好地来讨论说 好 那我怎么样去补强 这种依法该编列的 依立法院决议该编列的 我会编 请大家呢 那当然希望大家审查的时候 手下留情什么的 那我会认为很有和解的态度 那这个时候这个和解犯 谁不去全民共同来编他 可是问题是现在情况刚好相反 你只要吃饭的这个行为 但是你绝对不要那一个 去重新编列预算的真实的动作 那你没有解决问题 重点是你饭吃了 那预算编不编呢 对啊 你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今天当我看 我收到这个高精素煤酱传来 他说不要把原住民跟农民 当作餐桌上的菜肴 然后人肉吃 就吃这些人的人肉 所以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我听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感触的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 谁黑脸谁白脸 就是他这顿饭 无意和解 结束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晒凝露